香港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只要你肯上進肯拼搏 必定會有自己的事業 就算書不算讀得很多 你工作之後 都可以不斷地自我增值充實自己 但我的朋友在大學畢業之後 出來工作了四五年 都不再聽見他去讀什麼書 工作又不是很投入 只懂得說公司看不起他 我勸他不如你抽多點時間 充實自己就更好 他竟然說道家都說了 道法自然 一切應該順應自然 不要搞那麼多事 況且我又不是不做事 是公司看不起我 這樣聽他說 真的有點被他激襯 沒錯 道法自然的確出自《道德經》第25章 但是意思完全被他扭曲了 而且在《道德經》第25章裡 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就是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枯 意思是說 大道是永恆長存的 不會衰竭 它循環運行 生生不息 力量都是源源不絕的 自然的意思 是指萬事萬物都要依存著這個規律 好像日月交替四季變化一樣 永恆不息 這個就是《道德》的特性 而自然的規律 是不斷地運轉 還會不斷地進化 做人也是一樣 應該好像《道德》一樣 永不然優子 如果人類有手有腳 但甚麼都不做 浪費了我們天賦的能力 那就真的沒甚麼出色了 如果想自己人生道路 走得更加順更加好的話 就不可以偷懶加把鏡去做事 信應自然 並不是叫我們甚麼都不好做 而是越信越自然 去發揮我們自己的潛能 所以易經都有說 天行見 君子意志強不息 原地踏步 甚麼都不做 這種叫做望天打掛 並不是道法自然 你為何不做 你問我們 你為何不做 你這樣做 二聲 你為何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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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